某天夜里,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唐尼在睡梦中被一种诡异的声音唤醒,迷迷糊糊地走出家门。 一只六尺高的大兔子站在对面,并告诉唐尼,世界末日将在28天6小时42分12秒后到来。 不一会儿,一个巨大的飞机引擎正砸中唐尼睡觉的房间,所幸他已不在房间。 第二天,唐尼发现自己睡在了操场上。回到家后,家人非常高兴看到安然无恙的唐尼,正当父亲开车带唐尼前往心理专家的途中,一位老婆婆突然挡住了去路。 原来老婆婆每天都在信箱面前查看信封,但没有找到任何信封,他偷偷地告诉唐尼,所有生物都会孤独地死去。 夜里,那只巨兔又出现了,他在巨兔的诱导下,戴上斧头砍断了学校里的水管。 第二天早上,整个学校就被水淹了,学校被迫放假。 在唐尼回家的路上,看见一位新来的女同学被骚扰。 唐尼做了一回英雄救美,很快两人便发展为情侣关系。 巨兔再次出现,他告诉唐尼有关时空旅行的东西。 疑惑不解的他向学校的物理老师寻找答案。 老师告诉唐尼,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霍金的理论重动原理,可以实现时空旅行,并送给唐尼一本时空旅行奥运书。 讲的是有关原发宇宙和离线宇宙的概念。 唐尼发现这本书的作者,正是在路上遇到的那个老婆婆,似乎自己就是书中所说的那个活体接受者,负责把生物置于返回原发宇宙的位置。 某天晚上,唐尼带着女朋友一起去看电影,中途剧兔又出现了,他指使唐尼放火烧了学校的舞台。 这让学校里的一个演说家,爆出了收集儿童色情片的丑闻。 唐尼将自己犯下的罪行毫不保留地讲给心理专家听,心理专家则认为唐尼的精神是正常的,只是一个不可知论者。 之后,唐尼为庆祝姐姐考上哈佛大学,在家里举办了一个派对。 这时,女朋友找上门来,哭诉着自己的妈妈突然离开了她。 唐尼一边安慰女朋友,一边又产生幻觉,似乎每个人的行动都是事先以被预定好的轨道。 此时,离世界末日仅剩六个小时,紧接着,唐尼带着女朋友一起离开,来到了老婆婆的家里。 没想到,遭遇到两名歹徒的袭击,女朋友被打倒在地,这时一辆小车开了过来。 为躲避站在路中间的老婆婆而撞死了唐尼的女朋友。 愤怒的唐尼开枪打死了开车人,这时老婆婆告诉唐尼,暴风雨就要来临了。 绝望的唐尼只好带着女朋友回家,她亲眼看到天空裂开,意识到世界末日即将来临。 为拯救所有人的生命,唐尼让时光倒流,回到了飞机引擎将要砸下的那个晚上。 这次,唐尼并没有离开房间,而是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。 第二天,唐尼的家人悲痛地看到被砸死的唐尼,但她的家人,包括她的女朋友并不知道之前发生了什么,因为她们都是从离线宇宙被带回到原发宇宙中,已经没有了那段回忆。 影片到此结束,感谢大家的观看。